上一集我们说到 我看到一个惨白的女人的面 正在死死地盯着我 啊! 我几乎下意识地大叫一声 接着还没等我喊完 那声就立刻停住了 因为我感觉到喉咙被人死死地捏着 与此同时 我觉得我自己的头像被一块湿布罩起身一样 然后不停地勒 搞到我根本没办法呼吸 也没办法再叫 整个世界变得一片漆黑 说什么呀? 我心里很害怕 下意识地把里面的小宝剑拔了出来 向着头上的地方一下子插过去 咳一声 小宝剑是清衣道士留给我的 虽然平时的时候用来切肉切菜 但有着一种很奇异的力量 让我这么刺 罩着我头上的那些东西 好像被我刺中了 然后我奋力一动 只是觉得天船地转 直接跌在石床底下 我还是紧握着我的小宝剑 我右手的手腕 不知为什么被一个很冰凉的寒意拿着了 好像想把我的小宝剑抢走一样 我当然不会被他得逞 我紧紧地拿着小宝剑 奋力地不停地挣扎 而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阵风突然在石床边 一下子跳起身 撲到了我面前 杀时之间我终于恢复了视线 我看到前面有个舞动的黑影 而她身上就有肥妹 她死死地纏着一个苍白的面容的人 我大声咬 你来人啊 有鬼啊 我几乎痴心烈肺地叫着每一句话 紧接着也顾不到心中里面的恐惧 我抬起一只手 幼时向着那个黑影刺了下去 这个小宝剑是可以辟邪的 当时溪边的那只泥鬼 都是被她逼走的 这个时候 半夜三更来到的这个黑影 也有点害怕这把宝剑 一边她想奋力地拼开肥妹 一边就向着墙边飘了过去 工作队全天24小时都有人执勤 一听到我在叫 一阵脚步声就在附近响起身 那个黑影竟然无声无声地融入墙里面 第一个冲进来的就是黄鹏 旁边的就是我的兄弟雅巴 黄鹏见到面色铁青的我 还有地黑咫咫咫在叫的肥妹 大家都在问到底是什么回事 我指着那个黑影 刚刚陷入逃走的墙壁那里说 刚才有一样东西突然出现了 她拎着我的颈子 插铁着我 差不多拎死了 后来我反抗 加上肥妹过来帮忙 她现在走了 是一块很惨白的眼 那只眼几乎几乎凸凸震爆了 Drew 黄鹏在那一面 姨伯,你马上拿个罗盘出来看看 被王鹏拉出来的那个戴着黑色眼镜的男人 立刻在怀里扔出一个红色的罗盘 向着上面吹一口气后口中念念有词 然后他死死地钉着那支针 只见那支又小又长的金针 竟然有大幅度的仿洞 劇烈地扭动着 给人一种好像在罗盘里就要跳出来的感觉 旁边的人都大声地说 很重的音气,到底是谁呢? 这句话刚刚说完 外面传来一个人的喝声 什么人,胆敢没饭 这声音竟然是张怼的 我们对视一眼后知道外面出了事 然后跟着就出了去 我也立刻跟着跳下厂 向着肥妹吹个口哨 跟着那班人就向外面跑 我们匆匆忙忙地来到外面的石厅 看到有几个跳下懸崖的身影 其中一个好似就是张怼 我跟着大家冲到悬崖的边边 向下面一看 借着暗淡的星光 望着一个很瘦小的身影 正是飞快地向着树林飞奔而去 在他后面 张怼正是带着五个工作队的人员 一起追 王鹏也正想追上去 这个时候老江过来拦着他说 张队叫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原地待命 小心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 他说他离开之后 这里由你来做事 这次入山 工作队一共来了十四个人 加上我和雅巴 抽构数就十六人 张队总共六个人去追踪 还有十个人 而且他们个个伸手了得 还有三个人 身上有配手枪 但没想到 被张队指定留下来负责的 竟然就是王鹏 我看了一下这个年轻人 感觉到他那种温和平缓的性格里面 应该有着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经过老江一提醒 王鹏也打烧了跟过去的念头 而是将所有人聚集在石室里面 在救火中间添了两支柴 大家坐过来之后 王鹏看看自己手腕上那块上海机械手标 这个时候凌晨三点钟 音气正是最旺盛的时候 我安排了两个人在洞口放哨 然后问起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将刚才的事如实地告诉他们 旁边的人都有一股惊呼 而王鹏就转过头 望了一眼被绑在旁边的杨小兰 这个美女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动作 面上冷冰冰的 一双眼好像空洞无神 她吞吞口水 然后走到杨小兰的前面 尋声地问 刚才过来搞鬼的 是不是你爹杨义丑 杨小兰仍然没有回答 而是转过头向了另一边 王鹏神色冷 在腰间那里拔出一把小刀 放在她的颈前面 冷声地说 你不要跟我玩玩 是啊 一切的牛鬼蛇神都骗不到我们 如果你现在肯说的话 念在你年纪小 我还会跟你说一些好说话 如果不是的话 到时我将你送去白城寨 这一世人你这样就玩完了 白城寨其实是一个勞改监狱 送去那里的那些犯人 一般也有去没反 所以也没什么好下场 杨小兰哼了声 面上露出了轻滅的表情 望向了大便 那个年代 如果出现男女之间的作风问题 那就很大事 所以在众目睽睽之下 王鹏也不敢对她怎样 她穿马刀仔递给旁边的那个健石妇女 那个妇女叫茂姐 然后她吩咐 茂姐 一会儿如果发生什么事 她有任何异常的话 你直接把这把刀放在她的脖子里就可以了 茂姐接过把刀 移开彭牙 面上油光满面 她把把心口说 放心 这个死美女我会看着她 王鹏吩咐完之后 又被大家布置了警戒任务 虽然所有人都累得要死 不过张队现在还没回来 需要就轮流直斑 门口随时都保持着两个人的境界 防止有人偷偷地摸上来 工作队的年龄有大有小 年纪最大的就是老江四十多 王鹏的年纪算是比较年纪 不过他在这里的威望就很大 所有人对他都没什么意义 按照他的吩咐全部就各行其事 工作队围着火锅开会 我在旁边看着 见到王鹏在指挥威风淋淋的 我心里不禁也很羡慕 想着如果有朝一日 我又好像他这么厉害 你又多好呢 开会之后 为了明天要赶路 我又没有给安排任务 所以我就可以去睡 但是我真的睡不着 四围地望望 视线也不由自主地望向了杨小岚 这个时候 他也正好看着我 我看见他那张很漂亮的面上一片冰冷 那对桃花眼半瞇着很长很小 但是他里面的光芒就像碎了的玻璃渣一样 看起来很刺眼 令我不禁全身打着个冷疹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半个小时过去了 张队还没回来 这个时候 杨小岚双脚正在不停摩擦 面上有点红了 牟姐问他想做什么 他说他急了 牟姐起初的时候还叫他忍忍 结果见到他把面调到通孔 这个时候露出了很难受的样子 几乎就要哭 牟姐虽然看起来他很壮实 嘴也很厉害 但是心肠还比较远 望见这个姑娘也不是很大年纪 生得又多漂亮 如果不是因为有杨二丑这个老豆 其实什么都算挺好 所以也硬不起心腸 带了他去角落头解决问题 我叫了声 牟姐 你小心点 牟姐露出了欢慰的笑容 挥挥手 行了 我知道了 这个姑娘还搞出什么花婶 再说 你不要小看你牟姐我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在哪里 黄鹏知道我最了解杨小岚 既然提出了警告 就知道有危险 不过他左右一看 身边有没有其他女同志 于是他也说了一句 捉去捉回 不要搞这么久 五分钟之后 如果还不回来 我就派人去找你们 两个人离开了之后 我看见他两个人 走进旁边的房间 他心里越来越觉得不妥 我站了起身 左右看了下 我拉起了肥妹 然后叫他过去急急 不要让杨小岚搞什么小动作出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 洞口突然传了一声 谁 出来 话音还没下 突然间见到几阵风响起了 紧接着我见到 手在洞边的那两个人 好像跟什么人在搏斗 在洞口站干的这两个人 都是在工作队里配枪的 但没几下 竟然连手枪都未来得撤开 就直接跌到懸崖那里 在那里下面捉了十多米 直接跌下去的话 不死都肯定会重伤 睡着的所有人全部都惊醒了 一起这样冲到石头厅那里 只见刚刚人员执勤的平台那里 有个驼背的身影 只有一步一步走上来 好了 那到底这个人又是谁呢 我们下集再说